香港观众对喜剧之渴求,已到了急不急待之地步,或许是刚挨过了三年的瘟疫苦日子,害怕再见到片子提及那段丧气失落的光景,以致很多刻意描画此类题材之电影均告票房失利。 反而近两、三年,港产喜剧却成了一股清泉,不管好不好笑观众接照单全收,除了精心炮制的范熙公星、何嘉辣票房暴劫,就连由黄子华主演、情节哭多笑小的正剧法庭片《毒蛇大壮》,与急逼者个人认为不大成功的《死时死时44》,也得到喜出望外的票房成绩。 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周星驰,一个黄子华,喜剧也是世上最难拍,最难成功的片种,连本片中那位轻度智障父亲也明白此点,电影公司只好避重就轻,含优打喜剧的主意,宁愿多拍苦情戏,别人哭总比人笑容易,或动作特技片。 说了这么多,只因这套《说笑之人》以动赌笑,即stand-up comedy或单口喜剧,为主题,导演及演员们均真心诚意地演绎这个智障父亲及正常儿子的感人故事,但整体调子人苦涩多于开怀,父子俩每天均需为生活问题而担忧,形成儿子及其女友所创作的笑话,也以自嘲、自伤、自怜为主。 故此那些盼望入场欣赏捧富大笑喜剧之观众,未必能完全得到满足。 或许连导演及编剧自己也未能活得正面,更遑论是所拍出来的作品,戏中父子虽然每天拼命乐观积极面对,但总被无情打击弄得灰心丧气,儿子最后更失去了父亲,胜得满腔热泪的说动赌笑。 导演或许是受了妈妈的神奇小子所影响,虽创作出这个儿子的神奇爸爸版本来,但习呼吸中说笑的人,最终没有如神奇小子般成为人生胜利组,便连开一场公开表演之愿望也未能达成,景象着那十个观众,继续做其业余式表演,人活于悲情城市中。 当然电影不乏神来之笔,那场儿子带父亲嫖妓一场戏,的确别出心裁,做到情景交融,让一压多年的父亲终于得到情绪上的释放。 吴兆勋的演技比前作大有进步,不运不火而内敛,或许出于导演之刻意要求,笔者却觉得这位孝子表现过于冷静,缺乏年轻人的一团火,若能更多注意眼神上的发挥,其演艺事业将更上一层楼。 袁富华当然演得洛丽,其演出更让笔者联想到,由Sean Penn及Dakota Fanning所主演的不一样的爸爸,I'm Sam。 竟想不到的,全篇演得最抢劲的,竟然是阮兆辉所饰演的退休校长,这位慈祥长者,以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不停鼓励袁富华,他明白到只有工作才能使后者得到存在感,也是戏中唯一懂得以各种方法激励他的人, 例如给他升职,为小食店的二厨师,更在两父子的背后引领他俩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每一个人在生命中,能遇到这种人生导师,方是一种恩赐。 最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点赞、给予正评。 谢谢。 。